HELLO 大家好 我是KEYEN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的是關於我的貼紙的收納的部分 那我的收納主要是分成這三項 首先最左邊的這一項呢 是收我一些透過離型紙剪下來的紙膠帶的部分 那中間綠色這一本是一些沒有黏性的小紙卡 或者是從印章就是蓋印章之後剪下來的小素材 那最右手邊這一個牛皮紙封面的話 它是一張一張的貼紙的收納 那如果有興趣的話就繼續看下去吧 首先第一個來介紹的是貼紙的部分 那這一個本子的話呢 它其實是無印良品的A5大小的筆記本 就是大家應該都有買過或者是常常會看到有人在使用 就是非常方便的一個筆記本 那我之前其實是想要把它裁成TN的大小 可是因為我的裁紙器就是那種傳統的 它有一點不利而且它沒有辦法一次裁這麼大 就是這個厚度的紙啊它沒有辦法一次裁得很完美 然後後來就裁來裁去 然後我就覺得我不喜歡它的邊邊就是沒有很漂亮的那個感覺 所以後來我就放棄了 可是東西就是總不能這樣子就讓它沒有用了 所以我就決定拿它來收我的貼紙 那貼紙的話呢 它其實這個比較大張的就有一點沒有辦法收 所以我是先暫時夾在前面 那我的收的方法呢其實很簡單 就是我就在它的背後黏就是口紅膠或者是雙面膠 像這個就是用口紅膠黏的 所以它其實一絲就會下來了 然後我就這樣子把它們黏 因為其實貼紙的大小收在這個大小裡面都是蠻剛好的 像這個就是TN的貼紙包的內頁 那我就把它們就是這樣黏在裡面 就是像這樣子 可是因為這個比較大張啊 所以你看像它邊邊就會有一點點凹到 但是我個人是不太介意啦 因為大部分的貼紙的尺寸其實都是可以很容易收納在裡面 然後後來呢因為我發現像這種貼紙啊 它其實底都是做成透明的 那就是你在要貼之前其實拿出來把它對在手帳上面說 呃貼在這邊適不適合其實是很方便的 所以後來我就沒有把它們像這樣子 前面這樣子整張直接貼上來的原因是因為 我覺得我應該要讓它就是可以這樣抽出來 然後讓我比對在我的手帳上面 這樣子我才知道說它是不是很適合貼在這個位置 或者是貼在這個位置上面它的大小是O不OK的 所以後來我就選擇是把它的整個包裝都黏在上面 然後像這個我就是用雙面膠黏的 呃好像不太好撕我等一下換一個 然後我就是把它整份這樣子弄好 然後像我就有的比較有記得的話 我就會在旁邊寄價錢 然後像這個啊我畫一個往下的箭頭 就表示說它是要從下面把它拿出來的 就是像這樣子就可以把它整張抽出來 然後去比對你要的位置 好那就是一樣系列 就是呃我其實沒有特別去分類它的順序 因為我覺得反正翻一翻就會遇到 然後像這個就是小便條紙 然後它本來是裝在一個小盒子裡面 它本來是我不太確定它後面 是有沒有黏性的反正我就是把它這樣子 它就是一小盒 然後裡面有這六個圖案 然後我就把它一個一個排排黏好 然後像這個它也是便條紙 可是因為它就是可以也是這樣子 有做一個小塑膠套 然後我就會把塑膠套的上面 或者是下面用那個美工刀 去割一條線出來 這樣它就可以方便去做抽取 然後像這種啊 我就一樣把它們黏著 像這個就比較明顯 因為我的雙面膠其實有一點點泛黃 這裡就有黏一條雙面膠 我就把它黏在那個塑膠套的上面 像這樣子 然後就把它固定在上面 然後要用的時候再把它們抽出來用 我覺得這樣很方便 而且也不用特別去買那個貼紙的收納冊 雖然說我覺得貼紙收納冊也是很方便 但我覺得這樣其實就還蠻夠用的了 所以如果你是因為收納冊太容易缺貨買不到的話 也可以參考一下這個方法 好那我目前的貼紙收納車就是貼到這邊而已 之後 喔對了我在最後面拿的這一面 算是最後一面 我有黏一張離心紙 就是因為之前我常常有時候可能紙膠袋啊 或者是貼紙撕下來之後 然後發現我其實並沒有需要使用到它們 那我就先暫時貼在最後面 不過後來我其實就真的忘記它們的存在了 之後我應該還會去買一本 就是它正常A5的大小 這樣我這些比較寬一點的貼紙 才可以貼得下來 因為其實貼紙再怎麼寬 應該都不會寬過A5吧 應該啦 對就是大概是這樣子 再來是這一本 這一本呢它是大創的 應該是相冊 那我那時候本來想收納明信片的 可是我覺得它太小了 就是像它放照片的話 大概也只能放3X5的左右吧 然後我就覺得這樣放著不用其實很浪費 然後後來我就想說反正它就是一個一個的袋子 那我就來收一些 平常散落在四處的素材 像這個啊就是朋友分享的印章蓋子之後 然後我把它剪下來的 就是擺在前面這樣很多頁 那這邊的話就是之前TN10周年展覽的時候蓋的印章 我也是剪下來之後就把它們都收在裡面 然後像這個就是它是其實它是貼紙 可是因為它的背後啊是已經有離型紙了 等於說你在不使用它的狀態下它是不會黏的 那我就覺得這樣一包我也不知道要怎麼收 所以我就把它這一層袋再直接這樣子全部裝進來 反正就是把一樣的東西都收在同一個格子裡 或者是大概兩種 我最多不會放超過三種不同的東西 因為我覺得這樣有點太混亂了 然後是數字 這個是大數字張 這個是我自己的 可是因為我很懶得一直清印章 然後再加上我很怕印章蓋了之後沒有蓋好或者透過去 所以之前有空的時候我就有先蓋一些在我的365上面 然後把它們剪下來 那我這個的話是一頁我會放兩個不同的數字 因為它數字大歸大 但是放在裡面的大小我覺得放兩個是還蠻剛好的 然後你就我是放在一開口的地方 這樣我的手就不需要伸的特別裡面 我覺得這樣很方便我拿取 那像這個的話呢它是RUO出的紙卡包 那它其實本來也是有一個小袋子裝著 只是後來我就是一樣覺得弄小袋子太多了很麻煩 我就把它們全部統一的收進來 那我要用的時候我就是再把它們全部拿出來選 就是選我喜歡的 它其實就是一個小紙卡 然後要用的話我自己是會在背面黏口紅膠 然後再貼上去 我覺得很可愛很適合就是不知道要貼什麼的時候使用 然後像這個的話就是也是它是一個素材包 就是之前擠出的那個復古標籤貼紙 那因為它本來的袋子就是一個小紙袋 之前帶來帶去的 然後就是紙袋就有點皺皺的 所以後來我就乾脆把它們全部裝出來 然後就是讓它們獨立是一個這樣子的 那要用的話我也是可以把它們全部拿出來 然後挑好我喜歡的之後再把它們放回來 然後後面這個的話是之前購買RITA的手作包裡面的東西 那就是一些其實像這兩頁就是我自己比較少會用到的 然後像這個我就是它就是郵票 所以我就想說郵票因為跟這邊的東西就沒有太大的相關線 所以我就讓它自己獨立放 那再來這邊的話就是因為它的車票有很多種 然後每一種的數量我覺得也都還蠻多的 至少都有10張以上 那我就是每一種車票我就讓它們獨立放 然後要用的時候像這個啊 我就會拿出來比對說看我適合的是哪一個顏色 或者是這個大小喔不OK也是一張一張就可以拿出來 我覺得也還蠻方便的 然後最後是也是在TN展上面蓋的就是世界各國國民的印章 希望有機會的時候這些國民的印章我們都可以用到 然後最後一個是它是貼紙 但是因為有的被我拿去貼行李箱了 所以就剩下這一張孤零零的在最後面 那這就是我一些關於還沒有黏性的東西的收納的方法 最後一個是這個兩個塑膠盒 這兩個盒子我都是在大創買的 那都買一段時間了就是購買的時候它們的價錢都還是39元 現在的話因為我很久沒有買了 所以我不太確定它們的價錢有沒有變 那這兩盒我都是收我從紙膠袋就是黏離心紙上面之後剪下來的 我其實之前也會收納在剛剛綠色那一本 只是它在抽出來的過程中啊 有的可能黏性沒有那麼好 或者是剪的時候我可能剛好讓它有就是那個邊邊 它可能會黏到那個塑膠套 所以後來我就覺得有點麻煩 我就去買了這個盒子把它們收進來 那收的話 其實我都還蠻隨性的亂放的 就只要大小ok我就會放下去 那首先這一盒的話呢 是 我放了這些就是 其實它們就是類 算類似吧的東西 像這個都是9瓶類的 然後像這個是朋友給的貼紙 但我還沒有用 然後因為它又只有兩張 所以我就先亂丟 然後還有這個是標籤類的 我想說它們都很大 然後就是很容易就拿取 所以混在一起我個人是覺得沒有什麼太大的影響 然後像這一格的話就是 Snooby的紙膠袋 然後有一些就是我還沒有剪 然後有一些是剪過的 我就把它們都放在同一格 然後也是像有貓咪還有甜蜜生活的一些紙膠袋 然後還有一些 有的就是 沒有這麼多 可是 就是可能是分裝 然後我就想要把它剪一剪 就是不想讓那個分裝一直在那邊的話 我就會先剪下來然後放進來 像這個就是之前朋友給的吧 然後還有一些像是 夾子阿 有時候你可能 想要用的比如說是第四個或第五個 可是你前面就是總是要先用掉 所以我就會乾脆把它們全部剪一剪 那還沒有用到的就可以先收起來 之後要用的時候也就不用再剪了 然後還有一些像 車子阿 然後畫架這樣 貓咪等等的 就是一些 平常拼貼會用到的東西 那另外一盒的話 這一盒比較亂一點 這一盒就是 就是我覺得相較之下是比剛剛那盒 還要再更細一點的東西 像這個就是我還沒有剪完的 我就先亂塞 然後像這邊就是 這個 就是也是MT的 這個 我忘記它叫什麼名字了 反正就是也是紙膠袋 然後我就 因為它圖案很大很好剪 我就會一次把它剪很多剪下來 然後還有一些像這個花類的 就是這個 之前是 可能剪來想要貼花圈吧 但後來也沒有貼 然後還有這種 就是同一種類的 我都會把它們收在同一個 那像這個的話 它一樣就是剪下來 我就把它們收在同一個 但是 不是但是 然後 像這邊的話就是 夏米的花 就是它的那個小花各種的 但是因為我用的速度真的很快 就是有時候 我填滿 然後可能就會直接抓一疊起來 然後就拿去鐵花圈貼貼貼貼 然後就沒了 所以 後來我就沒有再剪了 因為也是懶惰啦 然後還有像這種 就是花 就是貼花圈很好用的 然後像這個小的 我也是就是之前 剪一剪 我都會把它們同一個顏色的 就收在同一個 因為剪了之後 它大小 也小小的 就是很適合收在這裡面 然後要用的時候 就比如說我今天 想要貼橘色類型的好了 我可能就會這樣子 就直接拿一疊出來 這樣一疊 然後就可以把它們拿出來 然後這樣攤開來 選我喜歡的 然後選完之後 再把它們收回來 我覺得這樣其實還蠻方便的 但是呢 這個盒子 我個人覺得它有一個 算是缺點吧 小缺點 就是它的這個 旁邊的高度啊 並沒有辦法完全的阻隔它們 所以就是像剛剛我有的 紙膠帶會跑去別格 就是像你像這樣子 把它們弄到最底的時候啊 它們其實是 會有可能這樣動 會 有可能這樣子 跑過來隔壁隔 但是因為我自己覺得影響不大 然後再加上就是我覺得 這些紙膠帶就是 還蠻容易分辨誰是誰的 所以我個人是覺得無妨 但如果建議的話 可能就稍微考慮一下買 看看有沒有那種 就是這種格子稍微做高一點 不會影響到 就是讓它們每一格 都是完整 獨立的格子的 這樣可能會比較適合一點 以上就是我的 關於我貼紙 還有剪下來的一些 小東西的收納的部分 希望你們會喜歡 今天的影片 那下次見囉 掰掰 再見